下午三点在黄埔区 罗江街文化广场 一群街坊齐聚在这里 大家都等着看巡游表演 罗江街举行欢乐过大年 非为闹元宵活动 巡游开始前先举行接师仪式 很传统的接师 会师仪式是一种礼仪 一定要倒下头 等对方进来 省私、无皮邮、无龙、无春牛等 17支队伍集合完毕 巡游正式开始 巡游队伍从文化广场出发 途经孟田东路、丽雄路等 在巡游过程中 各支队伍还会与观众互动 带来精彩表演 做些皮邮彩青、皮邮饮水 上山等 总共五只皮邮 五只皮邮就是戏戏扬扬扬的意思 他们是武师的那些 我们旁边来照顾意料 一年一回 这么难得的机会 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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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一直看得很猛 煮货记者在现场看到参与巡游的 还有一班小朋友 他们武龙省师齐齐传承 领南传统文化 他让他们在表演过后 没有龙神或是玩一下龙珠 这次活动除了有巡游 还有元宵游园活动 街坊玩游戏 赢奖品 我们参加了钓鱼和拼图 很有气氛 我觉得今年搞得很好 今晚更有武龙群师会演 有大家最想看的梅化妆 也有我们小朋友最喜欢的 希哈斯 有很多传统地称 等等都有十几个节目 罗刚街将飞为文化 和传统节日相结合 不单只营造浓厚的节日氛围 也不断提高广大群众的 幸福感和获得感